這個禮拜六就是投票日 我們的候選人全部都在第一線拼 我要再次拜託 所有認同我們的朋友 最後的 72 小時 一定要幫忙吹票 拉票 顧票 為臺灣挺身而出 就在上個週末 臺北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站出來 參加城市中彭席台北為愛而走的遊行 我看到許多的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以及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走上了臺北的街頭 臺北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溫暖的畫面了 我要謝謝所有參加遊行的朋友 用行動關心臺灣的未來 我在臺上演講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眼中 對於讓臺北變得更好 有很深的期待 相信不只是臺北 全臺灣各縣市 大家都希望可以更進步 選舉可以很激情 但也可以很有理念和溫暖 所以 只有民進黨在選戰的這個最後的階段 我們還一直都在跟大家談 市政願景 我們深信用團結而不是對立 才能為國家帶來正面的影響 讓我們一起用正面的論述 去說服身邊還在猶豫的朋友 請他們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蔡英文跟大家保證 我們一定會用行動 讓臺灣成為更好的臺灣 北臺灣的進步 必須要加快腳步 為了讓民眾往來更便利 我們北北積桃 共同主張 一二零零首都通 我們中央一定會全力協助實現 票投蔡世穎 陳時中 林佳龍 鄭雲鵬 我們一起來為北臺灣的發展 加速 半導體護國群山的重鎮 就在我們桃竹竹鳥地區 位居全球的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票投鄭雲鵬 沈惠鴻 周江傑 徐定真 讓他們成為護國陳山群的後盾 拼出我們桃竹竹苗的胃 中臺灣在這次的選舉中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過去的黑金家族 派系政治要被終結 中章童苗四個縣市 提出了中章童苗區域聯合治理的十大政見 並且建立中臺灣的治理平台 為民眾來服務 票投蔡其昌 黃秀芳 蔡培惠 徐定真 我們要一起翻轉中臺灣 雲家家是重要的農業地帶 也是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地區 只有票投劉建國 翁張良 才能夠照顧好長輩 讓他們不僅建構更好的雲家家醫療服務網 也讓科技注入雲家家 帶動我們雲家家升級轉型 成為幸福大選 民進黨要連任的縣市首長 以及將要接棒的候選人都很會做事 票投陳其邁 黃偉澤 翁張良 周春敏 他們一定會一天當三天用 為產業 為福利打拼 延續城市的光榮感 臺灣東部的發展值得更多關注 家族與派系政治在宜蘭 花蓮 寒根錯節 而台東地區的發展也停滯不前 翻轉東臺灣就在這一次 票投江沖淹 郭拉斯 郭兆豪 讓政治真正為民眾服務 用行動力來開啟東臺灣的信念 離島是守護我們臺灣的第一線 離島安全就是臺灣安全 票投陳光復 李問 讓他們在澎湖 馬祖守護民主自由 用經驗和熱情來帶動地方的發展 最後七十二小時 我也透過LINE 邀請所有的臺灣隊互相力挺 各位臺灣隊的隊友 我們投給臺灣隊的候選人一票 也打給外縣市的朋友 替所有的臺灣隊多拉一票 我們臺灣隊護挺 護挺臺灣隊 團結發揮最大的力量 一起迎接最後的勝利 最後我想要再次的 跟過去投票給蔡英文的朋友說 這次縣市長的選舉 跟總統選舉是一樣重要的 謝謝你們過去投給我一票 讓我可以帶領臺灣的經濟穩健發展 挺過百年大億 也守護了最重要的民主自由 接下來的總統任期 我要把臺灣顧好 需要借用你們的力量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讓我更有力量帶領臺灣在國際上 站穩腳步 維持臺海的和平穩定 現在世界都在關注臺灣 這次不只是一次的地方選舉 也會決定我們要向世界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我要拜託你這一張票 11月26日走入投票所 投給民進黨的縣市首長候選人 拜託大家 一定為臺灣挺身而出 團結吹票 拉票 誤票 去投票 就會贏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